今天台股又是一個大碟的歌曲 在反彈了650點之後 連續又壓回兩天 跌了354點 到底這個盤勢有沒有轉空 我們看一下 今天又跌了219 我們看前幾天曾經大幅反彈650點 最近有個壓回 我們說這個盤到底要怎麼看 投資朋友提供三個方向 給你研判多空的重要依據 第一個很簡單 請你看融資 大盤在反彈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融資一直降 當融資一直降 這個盤暫時就沒有大跌的空間 因為從旁邊比較暗定 所以第一個關盤的角度 請你看融資的角度 第二個 走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發現這個大盤的最低點在7月16號 有沒有 就在這裡 6700點 7月16號剛好 也是這一天 這一天也是7月16號有沒有 你發現石油開始轉空了 石油一波大行情已經開始結束了 有沒有 石油開始大漲 很多國際股市包含台股就大跌 那現在石油開始回檔有沒有 轉空了 最低點 開始轉空那一天就是7月16號 剛好就是大盤的最低點 代表什麼 投資朋友當石油開始回檔轉空 那對國際股市的多頭就很有利 當然包含台股 懂意思嗎 所以這是個非常重要的關盤指標 這個圖形在股神系統F12的畫面裡面 你就會看到這一天轉空點就是在7月16號 剛好就是大盤最低點 6700點那一天 那我們看現在石油到底怎麼樣 持續空方 懂意思嗎 石油已經從147拉回到122了 那目前的格局還是一樣在空方 所以我們這石油的轉空 石油的回檔 對大盤的多頭是有利的 就會造成通膨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大盤當然是多頭反攻是有利的 所以第二個請你看 整個石油的方向對不對 那第三個我們剛剛講過 剛剛第一個要看融資對不對 那融資昨天有沒有增加 有啦增加5億啦 那幾乎沒有增加 所以我們說融資是有利的 對多頭 另外一個呢石油也是有利的 另外第三個方向 請你看股神系統999的格局 投資朋友目前的格局 請問轉空了沒有 主線還在多方 負線跌破 所以它是一個一多兩空的格局 一多兩空就是整理 那目前來講算是一個整理 還沒有完全轉空 所以就整個多頭反攻的態勢來講 並不是已經轉空了 那如果轉空 你就要賣掉所有的股票 甚至反手放空有沒有 沒有啦 投資朋友目前這個反彈架構 整個反彈的格局 暫時還沒有完全破壞掉 負線跌破當然有點疑慮 那目前就看主線 主線沒有石就沒有關係 如果兩條負線再翻多 投資朋友那持續就要往上攻擊 那如果主線也跌破 第一線也跌破 那就對不起了 這波反彈就結束了 要再回測前一波的6700點 這對大盤就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們從目前來講 這個架構 那後續要注意觀察 看完大盤 我講得這麼清楚 我想你就沒有疑慮的 那另外看指數 來看一下指數的布局 來 今天跳空大跌 中場是跌了251點 一開盤就跌將近200點了 所以就說昨天禮拜五帶你去留多單的是不對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禮拜五不能留多單 我們再把時間回到禮拜五的格局 禮拜五開低跌100多點 壓回之後反彈上來 中場還是跌131 跟收盤的時候跟開盤差不多位置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禮拜一的操作 為什麼禮拜一不能留多單 留多單你就要面對今天250的跌幅了 對不對 你今天留多單一天就哭了 來 為什麼禮拜五不能留場 你再回想一下 這不是禮拜五收盤的時候硬的嗎 對不對 開低盤一開盤7188 來特寫一下跌破轉為空方對不對 開始跌破了賣出訊號出現 但是收盤的時候又拉上來對不對 拉這裡但是還是沒有突破開盤 賣出訊號是7188 收盤是770 那我們往下看第一線收盤的時候又翻多了 還是一樣在多方 第二線收盤的時候翻多了 第三線沒有 所以你看到第三線還是在綠色 要是空方 所以收盤的時候禮拜五收盤的時候 都是一個正正負 是一個兩多一空的格局 第三線有沒有翻多 沒有 這張圖是1.45分31秒 禮拜五的時候收盤印的 剛好差一點點對不對 是差一點點沒有翻多 這是禮拜五的格局 所以我們這差一點點就差很多 有沒有翻多 沒有 三條線一定要通通翻多 你才可以多單留場 一樣三條線通通翻空 你才可以空單留場 禮拜五的時候有沒有 沒有 禮拜五第三線並沒有翻多 還是綠色的 所以禮拜五留場是不對的 當然你就要面對今天的跌幅 同學朋友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簡單 如果你有股神系統來幫助你 我想你禮拜五絕對不可能 這種格局不可能流倉的 看懂嗎 因為第三線沒有翻多 它不是一個三線翻多的架構 當然你看對了你就不用 禮拜五你就不會看到尾盤拉起來 就去搶多單 懂意思嗎 你今天就要面對250點的跌幅 你今天跌是不是很不值得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簡單 同學朋友看完指數的架構 我們開始來看股票了 大盤個股講完了 我們來看看這一波跌幅 說真的這一波跌幅 非常非常的慘重 跟這一次的颱風一樣 今天看到一個報紙 看了這次讓人很心酸 這是今天的自由中國時報 這個歐巴桑 那是一個種這個文旦的農夫 這田是他 但是你看他颱風過 鳳凰台湯一過有沒有 滿坑滿地的文旦都掉到地上來 那表示什麼他今年的收成完蛋了 今年大家中秋節要吃文旦的時候 他本來可能可以收成很多 現在沒有都掉到地上了 所以這個文旦都報銷了 懂意思嗎 這麼多的文旦通通掉到地上 那表示他今年的收成報銷了 他今年可能要虧錢了 所以你看這個農夫 這個太太 老太太 他表情很無奈 很傷心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颱風太嚴重了 那個文旦通通掛掉 通通被風吹掉了 看起來實在是非常的難過 我記得我爸爸也曾經跟我講 他說阿嬤你如果台北發電料不好 回來做餐 爸爸還有一塊餐給你做 我說沒有 我不會做餐 做餐做農夫的 我爸爸也是農夫 做農夫的真的很可憐 看天吃飯 老天爺要給你飯你就有飯 老天爺不給你飯吃 你就要餓肚子了 所以農夫是真的很可憐 說真的看了實在是很心酸 但是我們反觀過來股市 就是這一波的跌幅 這一波的重傷 跟那些剛剛種那個文旦的 好像也沒有比他更輕微 這一波大盤跌掉2600點 多少人賠的真的是斷頭了一大堆 難道這一波股市跌幅 會比這一次颱風的輕嗎 好像也沒有 投資朋友 但是颱風他是沒辦法避免的 農夫他沒辦法避免天然的災害 但是股市的投資朋友 你可不可以避免這樣的股災 當然可以 只在下跌的時候你做錯方向了 那就完蛋了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的跌幅 說真的是滿嚴重的 你看一下大盤這樣一跌 從520跌下來2600點 所以如果你沒有避開投資朋友 那這段就是斷頭 這斷頭 你錢可能說1000萬進場 你可能剩不到100萬 難道這一波股市的跌幅 會比這個農夫 這個文旦傷得輕嗎 應該不會 是很慘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做對 因為他們是沒辦法避免的 颱風來了你怎麼躲 你躲會躲不掉 你又不可能把那些文旦樹 都放到你家裡面來 颱風來的時候你榮作物 你可能保護不了 但是股災來的時候 你可以保護你的股票 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做對 你不要做錯就不會賠這麼多 所以在這波下跌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受重傷了 跟剛剛那個重文旦的夫人一樣 老夫人一樣 傷得很重很傷心 但是沒有人知道 有人去跳舞山頭水庫 大家報紙蹬出來才知道 但是很多人都是默默的 在那邊流眼淚 蓋在棉被裡面哭 說真的也是傷得非常重 也是很可憐 後面想想看 是不是很多人都做錯了 一定你會說老師幹什麼 有很多人做錯嗎 這真的是怎麼會沒有 你看這大明星都做錯了 張飛對不對 他不是在郭台銘婚戀上唱歌嗎 你看他賠到多少 3000萬 後來不是賠3000了 真是苦衷做的 他賠了4000萬 可憐 你看歷經 過無天后 他賠掉3000萬的一半 1500萬 所以這一波的股災 難道只有這些明星受傷嗎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都受重傷 很可惜 我們剛剛說天然災害你沒辦法避免 但是股災你可以避免 你作對就好 你放空就好 你避開就可以了 你並不一定要跟著這樣受重傷 所以這一波的行情裡面 很多人受重傷了 一賠3000萬、4000萬一大堆 這一波的行情到底可不可以避開 可以 我不是避開了嗎 沒有避開我怎麼會有這一段的獲利 你看這一段 從520跌到這裡 因為這一段我完全都放空 這裡是7月1號 從520到7月1號 這一段我做空股票36次 賺了561塊 真的嗎 很多人說老師你怎麼這麼厲害 不要騙 來 這一段從這裡520到這裡 7月1號 空了36次 賺561塊 這36次每檔都贏 百花百種 到7月1號 我已經把所有空單都回補了 沒有空單了 這些錢都放到口袋裡面了 什麼叫做錢 投資朋友什麼叫賺的錢 放到口袋才叫賺的 你沒有放到口袋今天賺 明天又嘎回去的沒有用 放到口袋才叫賺 投資朋友我在7月1號的時候 這些錢從520空下來這些股票 總共都放到口袋了 手上已經變空手了 到7月1號已經空手了 總共賺了561塊 1塊錢就是1000 在這裡每檔都贏百花百種 這一段 很多人在這一段就斷頭 因為這一段跌2000點 從7月2號開始 打一個V型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打一個V型 開始觸底反彈 投資朋友這一段很多人也很悲觀很絕望 大盤還在跌 又跌了600點 所以這一段下跌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是很恐慌 有沒有 投資朋友這一段跌下來又反彈上來 到這裡到上個禮拜五 7月2號到上個 這一段是做多了 我們又做了25次的股票了 這些都獲利出場了 又賺了90.6元 叫我第一名 所以我們剛剛說農災颱風來沒辦法避免 颱風來你怎麼把你的文旦樹藏起來 不可能 但是股災可以避免 他說沒有你跟我這樣做就賺 不是嗎 你就避開這波風險 這樣跌下來你就不會受傷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沒有這個能力判斷 最後一樣在股市裡面受傷了 說真的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說真的也很感慨 畢竟我能幫助的人是有限的 因為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相信的我才能幫助他 佛門雖大不度無緣之人 如果跟我沒有緣 我說破嘴也沒有用 你還是不相信 為什麼很多人被騙了 被很多人騙了 別人在騙 張老師你不曉得會不會騙 投資朋友 別人在騙他敢跟我這樣講嗎 他敢簽名嗎 來再看一遍 他敢跟我像這樣簽名嗎 他一定不敢 對不對 你看我這圖已經講那麼久了 已經講一個月了 如果我今天在這邊吹牛騙人 第一個會員不會原諒我 我明明套了股票 套3塊套5塊不管 我說我這一段通通賺 從520到7月1號 這一段跌2000點 我通通賺 我每檔都贏百話百中 這一段 從這裡跌到這裡 我明明有賠錢 然後我跟你說 我每檔股票都贏錢 我沒有賠 我沒有每檔都贏 你可以接受嗎 你今天講3萬5萬8萬10萬20萬 中東會員可能講50萬 你可以接受嗎 你一定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很簡單就是告關 現在告關還不簡單 電話卡的就好了 104卡的就好了 一填牌就是6個月 我還在這裡 那表示我沒有騙人 我說沒有 我能夠騙人 那很簡單一定會被告對不對 沒有錯 這一段沒有人敢講 這一段很簡單 因為每個都做錯了 全市場我知道 所以當在最高點520的時候 當時的氣氛非常樂觀 就像現在很悲觀一樣 每個都說要買 要上1萬上2萬 全市場只有我說 不能買趕快賣 反手放空 說真的也很寂寞 人家在看 你這個神經病 你這個異類 每個都說看1萬看2萬 只有你說空 人家當我神經病 最後只有我對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股神系統告訴我這個方向 真的嗎 所以我就跟著這樣做 有沒有 有啊 你看這不是跌下來 因為轉空了嗎 所以你在520拼命追 我就拼命空 最後全市場只有我做對 這一段有沒有 很可惜 這一段說真的可以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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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可惜沒有人做對 全市場只有我做對 有沒有就在這裡 那這一段 這段更悲觀 因為這段大盤又跌600點 600點跌完之後反彈上來 跟前段差不多打一個V型對不對 這一段很悲觀的過程裡面 頭這邊我跟你講不要悲觀了 我開始進場買股票了 7月2號520之前 7月2號之前我沒有買股票 520就開始放空下來了 到7月2號開始全力買進股票 頭這邊到了禮拜五 25號光這一段 7月2號到這裡 你看我贏這麼多 又贏這麼多了 你還在觀望 你還在等待 你還在猶豫的同時 我又買了25次了 頭這邊你看這樣是不是很棒 所以股票市場的操作說真的 充滿了難度 也不是說很多人講就對 又不是在選總統 大家票比較多的就贏 不是的 如果是這樣 那我這一次只有我錯 全市場都對 因為很簡單 520每個都做多 只有我做空 頭這邊有 所以在股票市場裡面 他不是用投票的 他是用什麼 頭這邊有他是用專業的 不是都很多人講就對了 不是 如果你這樣想 那你就錯了 所以很多人看到 大家說上1萬上2萬 所以你追進去 不是死路一條嗎 來你再看一遍 有沒有你從520買下來 你會有活路嗎 你這樣買下去頭這邊 你可能傷得比這個歐巴桑還中 他的文旦全部都完蛋了 你看都掉在地上 這個標題 標題說完蛋了 撞掉了 文旦都掉到地上了 有沒有你可能傷得比他還中 這地上可能都是你的錢 都被人家撿走了 你可能傷得比他還中 你可能哭得比他還大聲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是逆勢操作 520你就沿路買多單 最後很簡單 你就是要斷頭 股票上有一句話說什麼 說逆勢操作不死也喪 沒死也就當凶 順勢操作買車買房 真的是很感慨 說這邊你做對了嗎 這一波做錯人真的是太多了 很多股票都亂買 亂買最後你會發現這個學費 真的是繳不完 真的嗎 來我隨便舉幾檔就好 核心 鳳凰 歌領 民衆 你看這些股票 這每一檔都是斷頭的 一跌都是7成以上的 如果你買了這種股票 這個災難還沒有完 來 歌領今天還是跌零板 成交量112 還沒有賣掉了 賣不掉了36000張 你看36000元 110車除 怎麼這個賣一個月都賣不掉 你看這怎麼辦 為什麼個人一直跌停 打入全流教科 這樣收不回來有問題 來你看一下 看到嗎 從15塊一跌 跌到這裡 2.4的 2.5的 你一買進去9成不見了 來特寫 最後這一段每天開盤就跌停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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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用看 反正每天都跌停 這不是螞蟻喔 這是跌停 開盤就縮盤了 投資朋友一賠9成 你真的是哭都來不及哭了 所以如果你去買這種股票 你看怎麼辦 那比那個文旦傷害顯然大太多了 為什麼這種股票不能買 投資朋友 很多人帶你去買這種股票我知道 為什麼 早就出現賣出訊號了嗎 來特寫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有沒有 五個賣出訊號 來鏡頭拉遠 這種股票早就轉空 那你要去買你能怪誰呢 投資朋友你最後斷頭受傷 你讓你能怪誰呢 不是嗎 因為你不曉得 如果你曉得你可能怎麼買這種股票 但是你不曉得你又沒有專業 你又怕繳會太貴了 投資朋友什麼是貴 你買錯股票最貴 你1000萬進去剩不到100 這個最貴了 1賠900萬 你哭都來不及哭了 這個最貴 買錯股票這個傷害最貴 你看1賠就9成 還有民眾 你想想看又是跌停板 為什麼 你不曉得跌幾根 因為做假交易被縮索 被板橋地檢處縮索 來 你看1賠7成了 看懂嗎 投資朋友 你看如果你買了這種股票 100萬進去剩下20幾萬 1000萬進去都已經剩下不到幾十萬了 你看你怎麼辦 你怎麼去面對你自己 你怎麼去面對未來 很多投資朋友很節省 捨不得吃 捨不得穿 捨不得買一雙新鞋子 捨不得買一件新衣服 最後也沒做什麼壞事 你一次打兩通電話買的股票 最後你的財產都不見了 也沒吃一碗魚吃 也沒吃一碗鮑魚 你一生的積蓄都不見了 投資朋友你可以接受嗎 雖然很多人在股票市場做輸了 最後去傷害自己 結束生命都有 太可惜了 為什麼 不甘願 也沒做什麼壞事 也不捨得對自己好 也沒吃好的 也沒穿好的 就因為打了兩通電話買的股票 一生的積蓄化為烏有 投資朋友你看多不值得 怎麼會這樣 高檔出現賣出去那要提醒你 你要趕快跑 問題你不知道 來特寫 這股城系統打開你就會看到有沒有 20.2就出現賣出去 現在都剩下4塊的對不對 16塊多 又出現第二個賣出去要提醒你 金融大便 早就轉空提醒你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你就一直抱抱抱抱抱 抱到後來就斷頭了 不是嗎 這種例子太多了 所以說這一波的傷害 我這邊很多人都傷得很重 你看這是三通的 大陸客要來台的 很多人說霍凰旅行社是專門包大陸客 跟大陸關係良好 教授也是聰明 115、116是兩個最高點 蹦掉下來賠4成以上 為什麼115不能買 這就是115 有沒有看到這個點跟這個點 來涵蓋四個點 這個點鏡頭來 這四個點涵蓋 有沒有這個點跟這個點 這個比較高 但是股價高 股神線反而掉下來 奇怪 這個點最高116 但是股神線反而轉空 投資朋友如果你今天有股神系統 你怎麼可能只買在115 你怎麼可能去買在116呢 買完你不是哭了嗎 投資朋友 所以看到這些股票真的讓人很感慨 看到這一波的行情真的讓人很感慨 投資朋友你做對了嗎 尤其這種大跌的格局 尤其這種行情很難做的時候 你更會發現贏家的可貴 那請問贏家在哪裡 在這裡 就在這裡 投資朋友真正能夠幫助你呢 說真的很少 看了這個盤我是很感慨 我總覺得我的能力 說真的 我沒辦法去幫助 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總是會留著遺憾 但是話又說回來 佛門雖大不度無緣之人 我在這邊講苦口婆心跟你講 那如果你不聽 你要去跟別人亂做 最後你變成斷頭了 輸光了 那我還能怎麼辦呢 我總是能夠伸出熱情的雙手 但是能夠幫助的人總是有限 能幫助誰 能幫助你願意被我揪的 能幫助相信股神系統的人 那如果不相信 那你就要再看 就怕行情不會等你 就怕再看你的傷害越來越大 這是我最擔心的 投資朋友 歡迎你把電話打通 加入我們賺錢的行列 我們今天的廣告 再回到現場 我可以看到你的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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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s Importно 和你的洛台 i性設jal 那見 為我的洛台 v only micros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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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现场 最近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 她的骨头 这个脚的关节骨头不太好 她问我说要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买微骨粒 为什么 现在骨头要太多了 为什么微骨粒 这不是广告 为什么 很简单 你看从这个微差力出来以后 所有的骨头三明都出来了 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够带动 整个骨头要的一个流行的需求 很简单表示它有效 它如果没有效 那怎么可能带动流行 不可能 那既然有效很简单 你就买最有名的 最好的 你不要去买那个没有牌的 万一没有效 你那个浪费掉了 到底有没有效 也有可能有效 但是大部分都无效 效果也不会像微差力这么好 要不然它怎么会卖得这么好 怎么会这么强 以前从来没听过什么骨头关节药 一出来之后 什么牌都有了 对不对 那表示这个市场有需求 表示吃了以后大家很肯定 所以很简单 你就买这个牌子就对了 那也回想到 7年前我开始讲骨神系统 带动整个软体的风潮 现在你看全世界都有软体的 但是很可惜 没有一套准的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这样讲 老师朋友 如果准 那为什么这次都没有人放空 为什么最高点520跌下来 大家都看万点 看2万 那最后很简单 每个都断头 那表示他们都不准 那如果准为什么还做错 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对呀 在这里问题没有一个看对 那如果看对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讲 那全市场这段谁看对 说真的只有我看对 为什么 因为有股神系统 那表示其他都不准 很简单 还有什么好讲的 那如果准为什么不从这里空下来 没有 除了我之外 没有一个人做得对 为什么敢从520空下来 原来这么简单 股神线转空我就给他扛了来 懂意思吗 所以看完这一波的行情 你只有一个感慨 还是股神系统最准 对不对 这也不能吹牛 四十百在眼前 后面跌到这里 后面这一段打一个V字形 这一段短短没几天 不到一个月 你看从7月2号到这里 7月2号我开始买多了 2号之前不买多全部放空 2号之后到上个礼拜五 你看一下 一不小心我又做25次的 很多人在观望还在华语 还在等待 还在很悲观 我又买了25次了 这都已经放到口袋 又赚90.6了 真的有这么多吗 为什么7月2号大盘还在跌 我开始买 我跟你讲要买领先大盘落底 因为大盘是平均的 你要去买领先大盘落底才会涨 用股神系统999自动搜寻 当时搜寻出来只有两页一页二十档 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广语 为什么在7月2号我看到广语 7月2号真的有翻多吗 他领先翻多之前没有 所以你买下来断头 再自己翻多了特写42块 对不对 摄影师睡着了 来42块 有没有 42块在这里 怎么50块怎么这么快 这个就是股神系统的魅力 他真的有这么强吗 你自己看 要不然我怎么赚这一段 光这档股票 不要我再短短的 没几天 7月2号到17号 短短这15天 我又买了14次 普通会员6次 特别会员4次 总统会员4次 少一次我在那边吹牛 你假如会用退100倍给你 这不能乱讲 所有人都有买 不是总统 每个股票都总统会员买 骗效的 小股没有这种事情 同这边谁都有 不分等级通通有 总共买了14次 这个才是真功夫 不要没所有的抗讯 通通是总统会员买 骗效我不相信 你也不会相信 怎么可能 有通通有 又买了14次 每次都赢百发百中 不容易 走这边 光这一段7月2号到上个礼拜五 大家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 你看我们又做了多少 又做25次了 又赚了90.6元进来 做了哪些股票 在这里 光一档光雨就14次了 接下来首例普通会员的松翰三次 金豪科两次 创意一次 锐益松翰 有没有 通在这里 有任何造假 抗讯内容有任何造假 你假如会用 投这边退100倍给你 但是自从我卖完之后 好像这股票都没有高点了 自从我卖完好像都没有高点就开始回答 很奇怪 投这边这个就是专业 我在股票市场里面永远讲这个 每个节目广告你就会看到这个 此股永远在无档以内 贷金就一定贷出 没有出脱传证稿就一定追踪 不吹嘘 不说谎 不行骗 不跟公司败做主力股东 做手勾结坑杀散户 这五大保证永久有效 投这边谁做得到 此股永远在无档以内 我上节目7年从来没有违背 这个就是专业 没有出脱股票 传证稿一定追踪 这个就是负责 投这边不吹嘘 不说谎 不行骗 造假的抗讯 骗人的绩效 有跟没有有什么差别 投这边我欢迎你把电话打通 接下来我们赚钱行列 明天再见